与其被动维权 不如先知先觉 关注黄金眼 教你擦亮眼 我是小彤 我是小王 三一五维权姐妹花 今天跟你聊点啥 哎 我的房租快到期了 还没找到新房呢 那你可以选择续租呀 续租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我租住在老小区 经常会和小强打交道 哦 那出租房里 有小虫倒也是正常 但像下面这位彭女士的遭遇就 彭女士像杭州闲富北路上的 我爱我家门店 租下了绝世风情这套房子 八十多平方 月租金两千块钱 彭女士说 白天请工人来打扫时 就发现了几只蟑螂 她没在意 到了晚上情况就不对了 右转进入厨房 地上密密麻麻 大小不同的黑点 全都是死蟑螂或者小虫 仔细观察 有几只蟑螂还在动 再到卫生间 这里满地的死蟑螂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彭女士说 整个屋子夹起来的蟑螂 起码得有上百只 我给我男朋友打电话 我说我可以看到家里有虫子 他说易了有虫子 不是很正常吗 我说好 我就没在意 然后等他过来以后 那是已经十点多钟了吧 家里就已经有很多蟑螂 他就一直在踩 然后我就觉得好吓人 我身上全部都起鸡皮疙瘩了 我就尖叫往门外面 租房不要太匆忙 预留时间多看房 安全方面也留心 这样才能少受伤 小张租住在宁波富宁玉公寓 一个月租金2400 他说去年9月8号那天 刚洗完澡 浴室玻璃门突然碎了 洗完澡出来的时候 这只手在绿头发 然后这只手想把这个玻璃门移开 就还没有 就碰到那个把手的瞬间 他就是突然自爆了 从上往下玻璃碎渣掉下来 然后我这只手是在撩头发嘛 然后这只手是先受的伤 然后这只手是第二次受的伤 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赔偿一个月的房租 小张不接受 在他看来 刚化玻璃的确有一定的自爆率 但一般会贴膜 防止自爆时造成伤害 而公寓为了降低成本 没有贴 那不过我们这个外钱 这个整体的玻璃 你就看见我们都没贴膜 这个应该都 那这个问题是会有安全隐患吗 那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那应该也国家也没有说规定 一定要这个干化玻璃 一定要贴膜嘛 你说是不是这样讲 租房市门技术活 前期看房要细心 安全保障是第一 易碎物品要留意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靠谱平台更重要 你在选择长租公寓的时候 你要最好到杭州市房管局那边 去了解一下 有些长租公寓是经过备案的 他是交了一定的保证金的 这种的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租房知识已斜到 但这退租问题啊 同样多 特别是养宠物的朋友 小心房屋损坏 难定义 汪女士看着刚收回的房子欲哭无泪 她说租客方先生养了一条拉布拉多犬和一条法斗 很多家具都被狗咬得面目全非 四个桌腿啃三个 然后沙发被咬破了 然后窗帘被撕碎了 然后酒柜玻璃也打碎了 然后你看看这个墙面整个弄得一塌糊涂 那你这些损失加起来 估计大概多少 这个加起来 如果你说原价还是现在你怎么加呢 以前的发票又没有了 那估摸损失大概多少 估摸 如果买新的话 那得两三万吧 这个地方是狗咬的 这里是狗咬的 OK 我承认 完全有可能 也很像 是不是 那么现在什么情况呢 现在情况是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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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破损 但这个破损是什么 明显是使用 因为这个沙发我在住来的时候 它已经使用了几年了 我去上网查了 我当他的面上网查了 新沙发买一套 两三千真皮的沙发 他告诉我说 他要顾佳的 我本身就是顾佳 他要顾佳公益的 用了十年的沙发 要我陪他一套全新的沙发 我本身就是顾佳公益 小周之前租的公寓 在杭州滨江的中营云记 现在公寓内的窗帘出现抽丝 沙发上有抓痕 受损最严重的是床垫 一头已经被抓破了 小周一共养了两只猫 他说调皮的是这只黑猫 这些损失 他是愿意承担责任的 所以我说你合理报一个假 我们陪着你 然后他说这个得等我们财务上班 核算了之后再招索我价钱 小周说这家公司是二房东 上个月末房租到期后 对方手写了一份赔偿清单 窗帘一千块钱 床垫一千五百块钱 沙发一千块钱 这些东西如果小周选择拿走 每样还要再加五百块钱 额外还要收取一百到五百块钱的清理费 这么算下来 小周说他的押金还不够赔偿的 那种东西是不是你损坏的 你不要跟那种说没有关系 是你直接损坏的 可是房屋既然房屋教给你们 租期维修必然会存 既然他房屋要出租 家居必然会折手 他不知道说街道的时候 真心的意义 你像这上面你正常用旧了对吧 那是一个正常用旧 但是你那个是一个损坏 那不叫用 那你为什么不把账买记录证 原价发给我呢 我说了你如果说 对这个不满意 你可以给我们换新的 然后中间一个空子的 是用你来出 作为租客来说 你准备养宠物的 我建议你提前跟房东说 有些房东是非常反感的 所以他一般会在合同里写清楚 不准养宠物的 但碰到这种房东 你如果要想养宠物 提前跟他说 那么以后就少纠纷了 有人承诺永远不跑路 却重新定义了永远 有人承诺室内环境达标 却重新定义了达标 租房那些事很多 租房那些坑 有时候也挺深 常看188黄金眼 防踩坑 真踩着坑了 那就联系1818黄金眼 我们的24小时新闻热线 057188001818 一如既往为你抢开